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 今天这期节目我来聊一聊 美国今天最新发生的一件涉及非法移民的事情 因为在这些非法移民的团体当中 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大陆人 所以我大概聊一下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今天是这样 美国的最高法院今天下了一个裁决书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下了一个裁决书 就是判定了 涉及到差不多一百万的非法移民的一个案子 美国政府败诉了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还有特朗普总统行政当局败诉了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 那么大家都知道 美国历年来都有很多的 这个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 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墨西哥和美国边境 美国南方的边境 美国南方的边境 得通过是翻墙或者是挖地道 或者是藏在这个卡车里 或者藏在这个小汽车里 通过这个公路这种方式 也是五花八门 这种方式入境美国的 都属于是非法入境者 通常叫非法移民 那么最近这十年来 非法移民也不提了 叫做无证移民 为了政治正确 还要讨好一下这些非法移民 原来叫非法 现在就叫做 过去叫illegal aliens 就是非法移民 而现在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 就不叫非法移民了 叫做undocumented aliens 就是说没有经过 就是没有文件的 没有经过这个正规的 这个文件的这些外国人 所以这就是为了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民主党为了讨好这些 拉丁裔 因为美国有庞大的拉丁裔族群 他们都是有选票的 那么为了讨好他们 因为那些非法入境者 绝大多数的一些非法移民 是来自于拉丁美洲嘛 所以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非法移民的字眼也就逐渐就消失了 那么在美国呢 据非官方的估计 大概有1500万左右的非法移民 当然这非法移民 其实也有很多 也有不少是来自于其他国家 包括像来自于亚洲的 甚至可能还有欧洲的都有 因为有的就是说包括预期签证预期 然后非法滞留 这都属于这一类 就是说我黑了我就不走了 我跑了 对不对 反正你找不着我 美国这么大 那么这一类的人呢 大概就是说 据美国的这些一些移民的一些研究机构吧 他们的估计说是1500万人 但是这个东西也很难说的准 对吧 但是1000万以上那是肯定有了 那么在奥巴马执政的这八年当中呢 来的非法移民就比较多 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管得比较松 那么其中呢 就有很多的非法移民呢 他们是被父母带进来的 就说 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 甚至15年20年 这个过程当中啊 很多小孩啊 是被父母非法带进来的 那么这些人呢 在美国长大了 对吧 然后呢 他们又结婚了 然后他们又有孩子啊 他们的孩子呢 是在美国出生的 所以呢 就是涉及了将近有一百万这一类的人啊 通常在美国呢 管他们叫梦想者啊 叫Dreamer啊 那么在奥巴马最后执政的这这几年当中呢 啊 奥巴马就有一个新的这个 他就设了这么一个啊 啊 就是他执政的时候啊 那个移民局啊 有这么一个啊 设这么一个啊 规定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成文的规定啊 它叫做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啊 这是一个保护 啊 像行政令是个保护命令啊 就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些作为小孩来美国的这帮人啊 啊 是不能够立马啊 驱逐出境的啊 叫做deferred deferred就是延迟的 延迟的啊 对他们采取行动啊 那么所以说呢 因为有了这个保护令 所以这些人呢 就被保护下来了啊 就是说 很多的情形下这种非法移民一旦被抓 对吧 一旦被抓了 说抓到你了 就得要驱逐出境 但是呢 因为有这个保护令啊 他保护的这个令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范围 就是说 小的时候啊 这父母把带进来的啊 那这种呢 你就不能把它驱逐出境啊 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那么特朗普上台了呢 他川普总统上台以后 他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叫做DACA啊 DACA的这个啊 这个规定以后 他就一直想把它推翻啊 想把它推翻 然后呢 就想方设法呢 把这帮人呢啊 驱逐出境啊 驱逐出美国 那么他的这个想法啊 是一直在美 包括在美国共和党之内 都是有争议的啊 因为啊 很多这个移民利益团体 就是说这些小孩 他们来到美国 第一 是父母带进来的 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啊 不能够惩罚他们 第二 这些小孩从小就生长在美国啊 虽然他们身份是 是没有的啊 他们是没有身份的 包括他们的父母 可能都是非法的 这种身份啊 一直就这么非法的啊 但是呢 他是成长在美国 他们对他所谓的祖国 是一概不知 你把他赶回去 他们怎么生存 怎么生活啊 这就是 很多美国的移民利益团体的 这个争论所在处 争论的地方 那么 共和党呢 他 整体来讲 共和党人呢 他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 惹怒了拉丁裔 拉丁裔的选民 因为毕竟 拉丁裔和有色人种 这个选票啊 总的来讲 对共和党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因为 共和党一直想拉这方面的选票 但是一直就没有特别的成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移民 对待移民的这个 非法移民的这个立场上 通常是趋于保守 也就是说 让他们走路 所以呢 不想把这事搞得特别的僵 那民主党呢 就是说 OK 让这把梦想者 立刻的把身份合法化 对吧 立刻的给他们绿卡 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里面是有政治 是有政治的啊 涉及到 这两个党的政治 那么这些移民呢 这些非法移民呢 实际上也是 他们这些政客手中的一张牌 扑克牌啊 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 他们的根本利益 只是说 用他们来做一张扑克牌而已 啊 那么今天啊 这个美国的 因为这个这个啊 这个等于是应该是在去年吧 啊 美国构图安全部 和这个 川普总统就实际上就想取消这个啊 取消这个保护令 然后呢 他因为想要取消嘛 就立马被美国的好几个移民利益团体 就告到最高法院上去了 等于是美国反正就是说 谁都可以告谁啊 对不对 你可以告我 我可以告你 对吧 像这么大的事 很多这个啊 保护非法移民的这个利益团体啊 就 把美国政府告到法庭上去了 告到法院 最高法院上去了啊 那么当然了 这个也是打了一段的时间 那么法院最开始就是要一个禁止令 就是说你不能在我的审理这个案子之前啊 的时候你是不能驱赶这些人的啊 不能把他们赶走的啊 他们仍然还可以在美国生活还可以在美国领救济啊 他们是有救济的啊 这些人在各个方面卫生啊 健康啊 各方面的福利都是领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在美国长大 他们孩子是美国公民嘛 这些小孩啊 就是有25万的小孩是在美国出生的 就说 因为过去来的那些小孩呢 他不是长大了吗 这么多年过去后长大 长大了 他自己就在美国生孩子啊 对不对 那么 这些美国的小孩啊 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是他们的产物 对吧 所以有一大堆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人的 他是能够有资格在美国领这个饭片的啊 饭片啊 低收入住宅啊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政府免费的医保啊 还有教育啊 公立教育 他们都是可以上学的 都可以上学的啊 特别在加州的那种地方 根本不查的 非法移民也能上学 所以 今天 美国最高法院就做出了裁决啊 最高法院有几个大法官啊 九个大法官 那么呢 五票是支持要维持这个现状的啊 是不准他们被被被被地解出境的 然后有四票呢 啊 当然了可能是比较靠拢这个保守派的啊 四票呢 就是说 啊 要解除这个保护令 但是五票大多数啊 就是说这个保护令还是有效的 所以呢 多数票 把少数票给打翻了嘛 那么当然了是 多数的是占了 主要的一个决定 那么就是说这个保护令 仍然是有效的 所以呢 这个特朗普或者是 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啊 想通过解除这个保护令 来缔结出境这些人的计划 就告一段落了 就落空了啊 落空了 所以这个对于非法移民来讲是一个胜利 对于非法移民来讲是一个胜利 当然了 这个虽然没有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 但是在短期内啊 在一段时间内 他们是不可能被非法 就是不可能被缔结出境的啊 所以他们是可以 基本上是可以安心的 所以今天呢 很多的美国的众议院啊 参议院啊 这些啊 参议员啊 特别是民主党的啊 都发表了声明 就是说支持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 在这个一百万人当中吧 啊 起码 这个华人也要占好几万人 啊 因为什么呢 啊 其实这个保护令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 非常广泛的啊 那么 有一些过去啊 入境的非法入境的一些华人呢 在这个啊 啊啊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啊 今天这个决定下呢 他们能够能够安心的待在美国了啊 能够安心待在美国 啊 啊所以今天呢 这个是在美国来讲啊 是涉及到移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消息啊 最大的一个消息啊 那么前几天呢 还有一个啊 当然了这个还没有啊 还没有通过啊 这个呢 是涉及中国人的啊 美国国会吧 美国国会啊 众议院有几个众议员啊 起草了一个新的提案 这个提案呢 就是说禁止 啊 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啊 获得美国国籍啊 获得美国绿卡啊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 呃 就是涉及到1-5投资移民 因为1-5投资移民呢 客户啊 绝大多数最近几年来啊 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啊 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么另外 那个涉及到1-5的这么一个提案呢 啊 是来自于美国的啊 参议院啊 也是几名参议员 呃认为啊 所谓的中国投资人啊 他当然没有说中国投资人 他说是中共啊 滥用这个1-5投资法案 所以啊 要对这方面 中国的这个投资人 进行一个清查啊 清理调查啊 啊 防止渗透啊 所以啊 涉及中国人的几个啊 中国移民的几个啊提案啊 啊 还在酝酿当中 当然了 这些提案最终能不能够啊 真正获得通过啊 那还要相当一段的时间 好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呢 啊 如果有朋友第一次看我的节目 欢迎你订阅啊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啊 有新的节目 你能够得到及时的通告 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啊 咱们下一集再见 咱们下一集再见